众所周知,日本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岛国,有数据研究,日本正以每年13厘米的速度下沉,因此,每年发生地震等自然灾害时,都会有日本网友担心日本不小心就会消失,直接沉入海底。 因此,日本沉没后,1.3亿国民应该何去何从的问题,每年都会被拿出来讨论,在众多回答中,有人认真讨论,欣喜国家,有人调侃这种事不会发生,但其中有一条评论获得高赞。 假如日本沉没,中国必须接受我们1.3亿人口。 这话一出,我国很多网友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,假如日本真的沉没了,我们应该收留无处可去的日本人吗? 中国必须接受我们1.3亿人口。 今年4月12日,日本福岛县近海海域发生里市4.1级地震,最大震感为3,震源深度40公里。 4月1日,日本新系县近海发生5.0级地震,最大震感为3,震源深度10公里。 3月28日,日本北海道地区发生6.1级地震,震源深度30千米。 2月25日,日本北海道东部根市地区发生6.1级地震,震源深度60公里。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,四面八方全是海,东部和南部是全球第一大洋太平洋,西边紧邻日本海。 东海,北边则是恶火刺客海。 不仅如此,世界上主要有三大火山地震带,一是环太平洋地震带,二是地中海喜马拉雅山地震带,三是海岭地震带。 日本就幸运地坐落在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,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经历一次火山爆发,地震活动,台风,海啸,暴雨等应接不暇。 从一开始的惊慌失措,到后来的沉着应对,长时间处在自然灾害风暴区的日本,面对大自然的馈赠,早已习以为常。 首先就是法律,日本先后制定了有关地震,原子能,海洋污染,活动火山,水灾等一系列法律。 如果发生相对应的自然灾害,那么就按照法律规定地采取相对应的措施。 其次,除了每年10月13日的国际减轻自然灾害日外,在日本国内,还有一个专门的国民防灾日和日本关东大地震的日期一样, 就在每年的9月1日,在这一天里,上至首相,下至普通百姓都要参加官方组织的防灾演习。 除此之外,日本更是深谙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的理念,在东京,每个月,学校都会举行地震防火演习, 所有小学生都要参加,校长和老师都会在旁边监督,因为日本经常发生地震,所以不容有失, 今天的演习就是为了明天获救。 而且,日本国内的防灾用品也非常健全,商店内基本上都受有紧急避难用品包, 里面被有最起码的日常用品27件一旦灾害发生, 里面的东西足够撑过最危险的那段时间等待救援到来。 不得不说,在应对自然灾害这方面,日本做的确实值得称赞, 但是,即使做得再好,在面对真正的大自然力量时,依旧是杯水车薪。 1923年9月1日,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,地震级别达到8.2级, 此次地震涉及日本9个县市,其中就包括日本首都东京, 数十万人在这次地震中丧生,超200万人无家可归,财产损失高达65亿日元。 大灾之后必有大意,随着地震而来的,还有霍乱, 为了防止霍乱扩散,当时的日本政府还曾经下令戒严,相当于封锁这片地区。 除了地震和疾病带来的身体损伤外,日本人还经受了极大精神冲击, 无数人在这次地震中丧生,也见证了一场又一场大逃亡。 这次地震后,日本政府特地将9月1日定为防灾日, 在每年的这一天举行演习训练。 2011年3月11日,日本东北部发生9.0级特大地震, 除了发生人员伤亡外,此次地震还引发福岛第一核电站和泄漏, 是日本历史上经济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次地震。 1995年1月17日,日本发生板神大地震,震级达7.3级, 官方统计有6434人死亡,43,792人受伤。 板神大地震发生后,日本对于地震科学,都市建筑, 交通防范明显更加重视了。 作为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的幸远, 日本历史上发生了数不清的地震灾害, 载入史册的都是有着重大损失的。 尽管已经习惯,但今年如此频繁的地震, 还是让日本人陷入了恐慌当中, 出于对国家命运和自身发展的担忧, 日本网友纷纷开始替自己的国人寻找落脚之地。 没想到找来找去,他们竟然得出一个结论, 那就是最后落脚到中国,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,必须接受日本这1.3亿人。 对此,日本网友给出的理由就是, 中国作为日本无可改变的邻居, 在日本有难时,有义务帮助日本渡过难关。 再说,中国平时一直说自己是爱好和平友好的国家, 也经常资助印度、巴基斯坦、越南等国家, 如果邻居有难,到时候中国也不会袖手旁观吧。 如果能在中国广阔的国土上找一块地方安置我们, 那再好不过了。 你永远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, 以目前的人类技术尚且无法提前准确的预测地震是否会发生。 所以,日本网友担心的也有些道理。 为何日本第一时间选择我国? 从一部2006年上映的电影《日本沉默》可以窥见一些端倪, 影片中日本真的发生了沉默的事实, 只有离开日本才能活下去。 影片中日本政府为了自己的国民到处求援, 但没想到,最后只有中国接纳了无家可归的日本难民。 这是一部改编自日本小说家小松左经创作的同名小说, 作为日本土生土长的小说家, 他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日本部分国民的观点。 所以,影片中日本的最后希望是中国而不是美国。 可以看出,即使日本一直与美国交往甚密, 但其实在他们心里,美国还是比不过中国。 对于日本沉默后国民的归宿, 很多日本网友都将希望放在了中国身上, 但我国网友却坚决回复, 这不可能。 首先,我国虽然一直秉承着大国风范, 乐于助人, 但我们也不是冤大头, 我们曾经多少次帮助日本换来的不是感恩, 而是血淋淋的教训。 就拿日本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来说, 当日本受灾严重的消息传回国内时, 我国正在进行全国对日经济绝交。 这一年, 日本本应该归还1898年强租的大连旅顺, 但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, 日本并不想放手, 他们多次拒绝了我国的合法请求。 对此,全国上下都表示一定得将大连旅顺要回来。 3月17日, 在国共两党及其他社会知名人士推动下, 上海成立了国民对日外交大会, 宣告日本由固执不逊, 即施行经济断交。 从上海开始, 通电全国、 北京、济南、 长沙等地纷纷响应, 一场规模盛大的对日经济绝交活动就此展开, 很快日本的损失就已达上千万。 然而, 日本方面却没有反思经济绝交背后的原因, 而是一边要求取消抵制, 一边在宜昌和长沙射杀中国百姓。 直到日本国内发生地震的消息传来, 我国商会本着人类应该相互救助的道理, 将对日经济绝交与援助日本分开, 全民动员, 捐资捐物, 这场经济绝交也不了了之。 我国将大量的米面、 衣物、 募捐的善款纷纷运制日本, 期望帮助日本从地震中缓过来, 却没想到, 日本为了转移民众对政府的不满, 在群众中散播朝鲜人要举行暴乱的谣言。 日本政府不仅杀害了六千名朝鲜人, 另外还杀害了六百多名中国人, 此时等在国内的人还不知情, 直到幸存的华工满身伤痕地回到国内, 说明日本人对援助华人的态度, 真相才大白于天下。 而这次地震也让日本政府意识到, 国土狭小又多灾多难的日本要想长久地发展, 固守国土并非第一要义, 只有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。 因此, 日本将目光瞄准了一直帮助他的中国, 在日本的计划中, 要想征服世界, 得先从邻居下手, 中国就是他向外扩张的第一步。 从此, 日本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清华战争。 再之后, 从我国来说, 就是艰难的抗日战争, 当初几千万人拿命换来的胜利, 才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, 如果在日本沉默后, 我国却主动将日本人迎进国土, 怎么对得起当初为国牺牲的烈士们呢? 所以, 单从这一点来说, 收容日本难民就不太可能。 第二, 从客观因素来说, 我国虽然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, 但相对应的, 我国也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, 14亿, 一些发达城市, 早已经出现人口饱和,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收容1.3亿的难民。 如果真的要吸纳上亿的日本难民, 那就只能放在一些偏远地区, 相当于远离经济中心, 一切都要他们自己建设, 即使是这样, 一些横跟在两个国家之间的民族情感, 民族习俗等也是一个不小的麻烦。 到时候, 日本是融入我国, 还是在选好的地方另立国度, 都是一个不好划分的事, 一旦出现纠纷, 那就是两个国家的外交问题。 之前与日本虽是邻居, 但隔海相望, 并没有直接接触, 如果我国接纳难民, 那就是一片土地上直接接触了, 爱国的中国人民做出什么来, 就是不可预估的事了。 所以, 从客观因素上来看, 收容日本难民并不现实。 第三, 从情感上说, 日本直到现在都没有承认清华历史, 甚至在日本人自己编写的教科书内, 美化日军的形象, 将日本侵略我国的行为说成造福亚洲, 对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则轻轻带过, 将整个战争都归咎于我国, 神化日本侵略军队。 甚至将二战中战犯的牌位放进靖国神社, 历代日本首相都要去参拜。 曾经我国广东人刘强因为外婆的原因, 两次在靖国神社放火。 刘强只是一个代表, 而国内有千千万万个像刘强一样的人, 如果我国接纳日本难民, 按照日本的传统, 势必要再建立一个新的靖国神社, 到时候很有可能出现建一次烧一次的现状。 有网友评论, 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, 日本想要获得咱们的帮助, 必须先道歉, 承认历史, 求得我们的原谅, 才有可能进行下一步援助。 所以, 从情感态度上, 给予适当的帮助可以, 但完全接纳是不可能的。 日本在沉默后, 最有可能迁到哪里? 答案是巴西, 巴西可以说是日本人的第二故乡, 早在1895年, 巴日两国就缔结了, 日巴通商友好条约。 巴西位于拉丁美洲, 国土面积851.49万平方公里, 排世界第五, 当时巴西本地的印第安人大量病死, 地广人稀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力缺口, 为了保证种植园的效益, 巴西政府开始向人口多的地方寻求劳动力。 当时, 巴西先找到了我国, 但是我国居民向来安土中签, 并不愿意移民到其他国家, 巴西只能把目光瞄向相邻的日本。 同时期的日本, 在被迫打开国门后, 又经历了明智维新, 大量的日本贫民没有出头之地, 对本土也没有很重的感情, 为了谋生, 欣然答应巴西的移民要求, 甚至日本政府帮忙组织运送本国居民到巴西。 一批又一批的日本人被运到巴西, 迅速填补了巴西的劳动力市场, 他们在巴西生活, 娶妻生子, 一代一代繁衍下来。 现在, 很多巴西人都有日本的血统。 现在的巴西, 国土面积够大, 排世界第五, 人口只有2.15亿, 再接纳1.3亿的日本人更是不在话下, 再加上之前移民的基础。 所以, 日本沉默后, 转移到巴西才是最佳选择。 至于日本网友心心念念的我国是不太可能了, 还是早日布局巴西为好。 对于日本沉默后移民的国家, 你有什么想说的? 写在评论区。